據警察聯報2023顯示 警隊去年編制人數為33,259人 但實際人數只有27,237 相差6,022人 是4年來的新低 實際上包括民職人員在內的香港警隊 一直以來銳意增加編制人數 為事與軟維 實際人數都呈下跌趨勢 不過附警人數則稍微上升 從2022年3,117人 微升至去年3,214人 在罪案率方面 2023年多項罪案種類都錄得顯著升幅 暴力罪案總計比2022年增加了1,292宗 上升14.6% 其中升幅最多的是勒索案件 上升45.6% 增加了833宗 其次是非禮案 上升21.9% 增加了209宗 而其他罪案也有所增加 上升31.2% 增加了18,857宗 而升幅最顯著的是詐騙案 超過39,000宗 比2022年增加了11,901宗 另一升幅較多的是店舖盜洩 新增了1,785宗 較2022年上升27.7% 不過值得留意的是 雖然犯案數量增加 但破案率卻創十年新低 2023年總體罪案總數為90,276宗 較2022年70,48宗上升了28.9% 但破案率只有31.1% 創十年新低 近年最高破案率的是2017年 達48.2% 而升幅最多的勒索案 破案率僅4.5% 詐騙案的破案率也很低 僅11.9% 在入罪中搭輒入 以及普通中搭載 破案率則僅4.1% 離職